你还不可以 我觉得我好像 爱上了一个人 谁啊 你认识她 她结过婚 还有一个孩子 作飞 来 咱们坐在说 快坐在说 快坐在说 你知道吗 昨天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说到顾山 我感觉 她的眼里一直在 闪着光 我真的很难相信 这个世界上 还有那么深情的男人啊 长得帅 还有才华 简直就是静玉系的男神 静玉系的男神 静玉系男神 是什么意思啊 你连静玉系你都不知道啊 我来帮你科普一下 静玉系呢指的就是 颜值高 外表清秀 性格内敛的男生 就好像 不为女色所动 没有什么欲望 好像 我用男生来形容左飞 好像不太对啊 应该是静玉系成熟暖男 静玉系成熟暖男 她其实也没有那么完美 她性格挺怪的 而且还有点压抑自己 谁说我喜欢她完美了 人性是有缺点也有优点的 正是因为她的一切 才让我对她那么的有好感 有好感就是爱嘛 那当然了 身体是不会说谎的 我都那么多年没有探过恋爱呢 但只要一想到她 我的心就 蹦蹦蹦蹦蹦蹦跳个不停 看来爱上一个人也挺容易的啊 但是相处就难了 你别老打击我行不行啊 你不会也爱上她了吧 瞎说 我怎么可能会爱上她啊 我这 在提醒你嘛 如果你要是爱上了她 我就把她送给你 你 她还不是个东西 你还送来送去的 真是 好啦 我不跟你开玩笑了 小潘 帮我个忙呗 你今天晚上把她带到酒吧来 我有一首歌想唱给她听 好 好 加油 干嘛呢 看书呢 酒地长天 小潘 小潘 你是不是又心情不好啊 我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 还不知道你 小潘 行行行行 给你看个八卦 你看毛组图发的 朋友圈 黑长直 这直男杀手 他不会恋爱了吧 你还真挺厉害的 一眼睛能看出来 他跟谁谈恋啊 他说他爱上左飞了 左飞 是怎么老乔你的人呀 什么就我的人哪 你别乱点营养谱好不好 你不论说了我走了 干嘛去啊 我带左飞去听王诺图唱歌 真刺激 今天晚上 我要演唱的最后一首歌 是要送给我的好朋友 左飞先生 是你让我知道 什么叫真爱无敌 什么叫穿越时空 咱们这里 随何眼可 Happ LGBTQ か 他 shon 我一直用心寻找你在哪里 梦里天空蔚蓝 给我晴朗的声音 那是你的眼睛 注视在我生命里 穿握着悲伤的窗户 用力呼吸所有的痛苦 每一次当我从黑夜醒来 才知道拥有过是多么幸福 在你梦光的最远处 是深邃而漫长的旅途 仿佛听见耳畔穿梭的风 和我有一样的喜悦和孤独 通过这悲伤的窗户 用力呼吸所有的痛苦 每次当我从黑夜醒来 才知道拥有过是多么幸福 在你梦光的最远处 在你梦光的最远处 是深邃而漫长的旅途 仿佛听见耳畔穿梭的风 和我有一样的喜悦和幸福 不群的愿秀 谢谢 谢谢 嗨 谢谢你 王小姐 咱们还叫王小姐呀 叫我诺图 你要喜欢的话 我在这唱给你听 那个左飞 我之前 跟你商量那个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啊 首先我先谢谢你的好意 说实话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这种设计风格 适不适合那个餐厅 你之前做美术馆的那个事情 我是知道的 你用了一些 废弃建筑上 拆下来的民国砖瓦做材料 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好 又新颖 还省了不少钱呢 其实省钱不是一个设计师的目的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 最后 我跟那个甲方闹得 挺不愉快的 这些我们都是了解的 但是我还是愿意跟你签约啊 所以左飞 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诚意 对吧 小盘 对 前两天原一还给我发微信呢 说她不愿意搬家 我觉得 你可以签约 这样也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哎呀 左大设计师 你看我们都 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怎么还在考虑啊 哎呀 这事又那么定了 来来来来 喝酒 定了啊 干杯 太好了 太好了 不用搬家了 小床不用搬走了 妈头也不用搬走了 太好了 你慢一点 园医 慢一点啊 慢一点啊 小盘 我提员医 谢谢你 这个房子啊 总算是保住了 谢我干吗呀 你应该先诺图啊 你要不去王家 我怎么能认识王诺图啊 这下踏实了 小杨 康叔来了 小杨 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小姐在里边呢 我去叫外婆 好 不好意思啊 昨天夜里我突然灵胆爆发 写了一首新歌 回头我一定要唱给你听 你们可好了 老图 好呀 康叔 你怎么回来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小盘 这位是我们之前的管家 康叔 康叔好 来 坐 好 小盘 我听说这三个月来啊 你代替我 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辛苦你了 哪里啊 都会康叔以前管理得好 康叔啊 你回来了 哎哟 外婆啊 这个 我怎么感觉时光倒流 年轻了十岁啊 看你说的 哎呀 这三个月啊 我们都被小盘弄得 变了形了 好好好 好好好 我的好日子啊 就要来了 你看 你们两位超级能干的管家 都来了 好 我就什么都不愁了 等一下 外婆 既然 康叔已经回来了 那您为什么还要请两个管家 付两份工资啊 你看不起我呀 我付得起工资 外婆 你们又给到小盘的重点 她的意思是说 您上回不是说 康叔回来之后 他就可以离职了吗 这样 不是太残酷了吗 你看 外婆 你就不要一厢情愿了 我们尊重一下小盘的意思呗 哎呦 不会吧 你不会残酷地 对待我这个老太太吧 外婆 您才不是老太太呢 您的人生刚刚开始 还有很多未知等着您呢 而且 就算是您想我的话 我也可以随时回来看你呀 我们还可以约在健身房 什么 外婆 你现在还去健身房了 我不但去健身房 我还学会了前机 看来这三个月啊 小盘 真的把你们折磨得够呛啊 你当着小盘说话 得注意点啊 他要是看不起你啊 你没好日子过了 康叔是自己人 我跟他只会联手 不会那会儿 所以外婆 您说话得小心哦 对吧 小盘 康叔是自己人 怎么说不走了 不许再提走的事了啊 有什么要求 尽管说 我还真有一要求 什么 外婆 就是麻烦您在那个 应用程序上 给我五星好评的 放心吧 小盘 绝对五星 对啊 六星 最多五星 是吗 哈哈哈哈 明晚就谁颠覆流离 明晚就谁卡着离弃 明晚就谁空下座 你做人没去美 别流离 心酸不敢把眼神气 我愿能一生为人陪伴你 里边δ到尽管 我 custpo 哪会看清楚 我呀想过多久呀找 想起没改组 在梦里 哪有标的以灭的到 我给多给多落了在雨夜叹脱 我心酸不动 座都地想起我 那我心里 我好累的 我好累的雨夜叹脱 兔兔 我不用做管家了 我解放了 我自由了 没有了 没有了 冲冲冲冲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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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 跟我们一起来 三二一 走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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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三参长 在冬天 tsung não é ganache affordable Ásarnos 我的朱鸭脚像是没开中 你怎么了 头疼 怎么头疼啊 昨天上课出汗 后来又吹空调 可能凉着了吧 来来来 你去坐着 我给你倒 慢点啊 我感觉你好严重呀 等一下啊 来 来来来 快把你的手泡在这个热水里 一会儿我再给你拿一个冰袋 放在你的后脑勺上 过十分钟呢你就不会疼了 这是什么操作啊 边头疼啊 它是由脑血管充血 脑神经压迫产生的 用热水是你的手部血管膨胀 让血液流到手上 这样的话减轻压迫 疼痛感就减小了 嫂胖 你大脑到底是一种 怎么样的构造啊 我也不知道 你看我上学那会儿吧 语文数学我都记不住 但是就是对这些 生活小小们顾问我 这就是你的天赋所在 我忽然想通了 既然我在这方面有天赋 现在蓝姐那儿啊 也需要我 我索性就过去 跟他们好好合作 做出一番成绩来 去书所我支持你 但是你可得 小心封萝卜那张臭嘴 我把你气死 我都习惯了 他就那样 反正我帮到别人 我自己很开心啊 现在这个社会啊 节奏扩癌 压力大 每一个人都有 自己的心理创伤 我要是能帮到别人 减轻压力 减少负担 我自己也会很有成就感的 你加油 你先泡一会儿啊 喂 小潘姐姐 你来和我玩拼图吧 袁毅 你爸爸呢 我爸在和一个冠姐姐说话 好 我马上来 你觉得这种风格怎么样 还不错啊 对了 上次你传过来的那个 干年草图我很喜欢 虽然现在很流行 北欧那种高冷的风格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 南美的感觉 那种热烈的 饱和度极高的 小潘姐姐 大快大快地坐在 爸爸为什么不理我嘛 你说的这种风格 爸爸在谈工作呢 但是我想 如果我们的餐厅定位 不准确的话 很快就会弹簧一线的 你说的没错 网红店现在已经 更新了四五代了 第一代是文艺范儿的 森林元素照片墙什么的 第二代是很接地气的 苍蝇馆 林装修 第三代网红店的风格 很稀释 卤露水泥钢筋和霓虹灯管 不看这餐饮十佳 总觉得很到位 我现在正在摸索 第四代的网红店 就看你的设计风格了 你放心 我心里有数 来 爸爸 你说那么多话 可不可喝点水吧 爸爸不渴 爸爸在谈工作呢 元毅喝吧 元毅小朋友 诺图姐姐可以喝吗 来 你瞎什么啊你 我觉得这种风格 如果再加以改变的话 我想很贵 怎么了 诺图 什么东西那么咸啊 什么 元毅 看爸爸说实话 在水里放着什么 我放了盐 为什么这么做 谁让爸爸不理我 我不高兴 我讨厌那个怪姐姐 我讨厌那个怪姐姐 走 姐姐带你出去玩一会儿啊 乖 你去跟他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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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吗 好 我看你现在是又开心又不开心 你开心呢是因为爸爸糖好吃 不开心呢是因为爸爸骂你了 对 不过爸爸是不应该骂你了 但是园怡你看你也喜欢吃糖 不喜欢吃盐对不对 可是你为什么会把盐 撒进诺图姐姐的杯子里呢 我不喜欢它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但是诺图姐姐是客人 我们不能那么对客人 可我只想让你当我妈妈 不想让诺图姐姐当妈妈 我们一起把诺图姐姐赶走吧 原意 原意 你想多了 就算爸爸再结婚 但是那也只是爸爸的伴侣啊 原意有自己的妈妈 可我的妈妈去天上了 我还想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妈妈 你说这袁一真是鬼惊鬼惊的 你一下子就看穿了王露族的小心思 你知道吗 我听到袁一说那些话我真的挺难受的 多多 我想问你个事 就是吧 我吧 什么呀 你赶紧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看到那个王露族和左飞在一起的时候 我心里有种输出的感觉 我早就说过嘛 那个王露族就爱抢你男人 他不是我男人 那我问你啊 你有没有一种总想见到他的感觉 我倒是很想见到袁一 那你见到他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心跳加速的感觉 都认识这么久了 那我也没有心脏病了 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没有 治疗加速 加速 还真有 是吧 我就说了 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真的气得想锤子疼 我气气 你这些问题全部零分 我现在单方面宣布完 你对这个左飞应该没有什么深刻的感情 应该就是原因给你的心理暗示 是吧 喊我江湖救激 我走了 我让你自己吃饭 你早看 又是你不做饭的理由吧 嗨 嗨 您这又是什么操作啊 怎么样 我刚刚那个妹眼泡得还不错吧 有水瓶地动身影 来 你看看这些高跟鞋跟裙子 你赶紧帮我搭配几套最淑女的装扮 我的天哪 你这鞋子 你这鞋子可以杀人了 这也不是你画风啊 别老打击我行不行啊 我好不容易想明白了 要学做一个淑女的 我是觉得 你隐藏自己真实的性格 别人喜欢的也不是真实的你啊 那 那我以前的性格冷得跟病一样 也没见到吸引来任何的男人呀 行了 小胖 你赶紧搭配吧 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的 待会儿我还要跟左飞去看装修现场呢 吃这儿吧 整体看来没什么问题 但卖官的设计要重新改 这样我摆图纸设计好了 我第一时间发给你 怎么办 左飞 今天晚上你有事吗 没事 怎么了 要不等结束之后 咱们一块儿吃个晚饭吧 看看会儿再说吧 进去看看 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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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没事 我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不用 我有私人医生 你 你等一下 我去给你叫我车 你等一下 等等等等等 你回来 怎么了 王小姐 你背我出去好吗 你背我出去好吗 坚持一下啊 你亲你也疼死我了 忍一下啊 你这脚踝严重扭伤 你还真是女为悦己者容 一片苦心啊 谢谢你啊 嘟嘟 我们家私人医生 这不出差了吗 我想起来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轻点 所以我就来找你了 麻烦你了 不客气 举手之劳 不过你啊 那 以后还是少穿高跟鞋吧 你不懂 为了左飞 直 都都 你帮我想想办法呗 我要怎么样 才能拿下左飞啊 感情的事 我也办懂办不懂的 不过我觉得啊 感情的事不能尬聊 你得有共同爱好 看能不能笑到一起 说到一起 你说得对啊 但 左飞的爱好是什么呀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才能跟她聊到一起 笑到一起啊 我跟左飞接触也不多 她有什么爱好 我还真不知道 但我能肯定 她那个宝贝女儿 一定是她最在意的 完了 原意跟我是死对头啊 她一点都不喜欢我 怎么办呀 反正呀 方向在你眼前 路也在你脚下 我走 看你自己了 来了 走两步试试 哎呦 喂 王小姐 王小姐你这是 你脚怎么样好点了吗 好多了好多了 那 你也来接孩子 那你是 我是专门来等你的 好 实在不好意思 那个餐厅的图纸 我还得过两天才能给你 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事 那是什么事啊 是这样的 昨天我脚崴了 你背我来着 我特别想亲自过来 感谢你一下 我刚才去你家了 结果你也没在 我估计这个点 你应该是来幼儿园 接孩子来了 所以我就来了 王小姐你也太客气了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今天你总该有空了吧 我请你跟袁一 一起去吃个饭 袁一 我们去吃西班牙菜好不好呀 爸爸 爸爸 要不法国菜也行啊 王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 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 但今天 确实外婆约了在家里吃饭 要不然我们下次吧 好 那也行 下次吧 谢谢 那我们就先走了 走 看到了吧 外婆急于你非常高度的评价 写了一千多字 每一句都饱含深情 写得洋洋洒洒 非常具有煽动性 说你不仅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同时还抚平了每一个人心里的伤痕 为他们打开一扇 新世界的大门 写得不错吧 好 外婆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 来 小白 喝 这是我炖的绿豆汤 谢谢蓝姐 妈 怎么没有我的呀 你还要喝 你每天喝 怎么样 好喝 来 喝 小白 咱们现在可是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所以说呢 就因为这篇评价 很多人给我们中介公司打电话 要这个高级管家呀 可是我都说了呀 我不想再做管家了 不要了啦 你 你 或者你可以 帮他们做一下培训啊 再或者 我问你问题 你来回答 然后我总结起来 写成教材也可以啊 好不好 要不你就帮我跟他们做培训呗 不行啦 我 我怎么能有你厉害呢 对吧 不过你在家政服务方面 真的是天才 你不能埋没你的天赋啊 你就别拍我马屁了 做管家需要什么天赋啊 错 大错特错 你还是没有认清你自己的 你的天赋 不是你打扫卫生的能力 也不是你擅长的人物分析 你的天赋 恰恰就是你强大的拯救欲 你就是天使 天赋 降临人间 打火完了吗 完了 正好你过来的时候 我跟他的已经说完了 接下来我有个好消息 要告诉你 多多 到你了 坚持住啊 那我走 等等等等 好消息 来 请坐 请 来 坐好啊 真的是好消息啊 让我慢慢跟你说啊 是这样 就在刚刚 我们高中同学那个群 我们班那个成绩又好 又帅的那个人 申布他单身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怎么没关系啊 我已经帮你约好了 明天晚上见面吃饭的 谁让你帮我介绍男朋友了 让你给我介绍男朋友了 我是要证明啊 证明我拆散你和那个叶宇 不是出于私欲 我对你没有任何想法 但是我必须给你找一个 好的男朋友 大哥 我究竟做错什么了 我改还不行吗 我求你不要再这样关心我了 不是的 你放心 你归宿的问题 从此以后就交给我了 如果你找不到一个好的 我必定带你踏上 慢慢相信你 行了 我也坚持不住了 你继续 你继续 小胖 都走了 还有葡萄 这个好 这个好 小胖 我给你看啊 你看 这是我一个朋友刚才发的 说是他太祖父的旧宅 在黄山的附近 嗯 马上要推倒重建了 有很多老家具想要买 你干嘛 你要买这些古家具啊 古建筑 古家具 不都是左飞喜欢的元素吗 嗯 他会喜欢的 我最近啊 得带左飞去一趟黄山了 他不是在忙新闸路的餐厅吗 那有什么关系啊 他跟我们签了约的 只要是我们家的生意 他都得结 这是你们家生意吗 你别着急嘛 昨天啊 我外婆转给了我一个微信公众号 说是 民宿很有发展前途啊 我相信他 như这种不错 샵子 然后在闭闹号 每个小手里 都沒有那么快 恋味道 就是 我选不着急 我选不着急 他肯定了 有什么朋友 是 让他做一点 你 是 是 安 屋 集屋 什么 安徽的民宿 好啊 一定要去啊 那太好了 那就那么决定了 真没想到 你们九龄后 对古建筑还这么感兴趣 那当然了 左飞 你这次去 说不定会有一些 其他的意外的收获 因为这个小镇的历史 非常的悠久 景色也很美 只不过 交通不是很发达 所以 环境被保护得特别的好 你越说越感兴趣了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随时都可以啊 看你时间 这样 我先买袁一 安排到她外婆家 诺图 你还想着袁一给袁一买礼物 我替她谢谢你啊 就是不知道 袁一她会不会喜欢 你跟小潘说了没有 她要不要一起去 人多热闹啊 好啊 我回头问问她 来 爸 趁热把它喝了 好 怎么样 水热不了 慢点慢点 怎么样 没事吧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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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别做饭了 你放它吧 一会儿我来弄吧 这一个月了 你又做饭又照顾你爸的 什么都不让我插手 你也该歇歇了 这有什么呀 我那会儿在东京 我现在可回来了 还不干点活啊 是不是 我突然想起来 过两天就是老爸六十大寿了吧 要不给老爸庆祝庆祝啊 我也正琢磨这事呢 要不 把小潘也叫来 小潘最近比较忙 忙过这事呢 我再叫他 水凉了 我再给您加点水去 大家出来做事都不容易 但是我今天想说的 不是让你们保护好自己的问题 而是合理安排工作的问题 我知道 你们都舍不得放弃这份工作 因为这是你们通向 幸福生活的唯一标准 也是唯一通道 但是如果你们白天晚上 都这样卖力工作的话 身体拖垮了也是不行的 是的嘞 我总是要给东家洗衣服 这手腕都要得这条岩子了 你这算好的了 我上次呢 懒尾言犯了 疼得我都在东家晕倒了呀 是吗 是啊 你看我就是说 其实 你们好好工作 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但是你们身体都拖垮了 还怎么享受生活呢 有关这个话题 我们下节课再说 今天就到这儿吧 老爸 小鹏老师是你男朋友吧 不是 小鹏老师 你都有男朋友了 你什么事 那个方萝卜不是要上兴趣了 好了好了 跟我去 再见啊 你来多久了 刚到 看你剪客讲得那么认真 也不好意思打搅你 讲得不错 你就挖苦我吧 怎么了 有事吗 王诺图约我去黄山的一个小山村 说有一些古建筑要拆 你能不能陪我一块儿去 我陪你 你也知道我跟他也不熟 两个人孤男寡女的总觉得 怪怪的 合适吗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就当度假了呗 我看看吧 我最近工作还挺多的 行吧 我赶紧回去得收拾收拾 你想好了 给我打电话 走了 拜拜 拜拜 嗯 你过来看一下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啊 你脚还没好啊 那你没好你干吗乱跑啊 我特意来找你 想要你后天陪我一起去黄山 后天 那怎么行啊 小畔现在是我们中介所 最忙的员工 哪有时间陪你去黄山啊 给你交中介费不就完了呗 开个价啊 有钱就任性了 当然了 先拿一万呗 走走走 早点忘了等着 冷敷 是这样啊诺托 那个中介所最近有点忙 这周我还有几堂课得给阿姨培训 所以 不好意思啊 这可怎么办才好呀 我这脚伤还没好呢 轻一块紫一块的 后天还得爬山 你说万一在山里面 磕磕碰碰的 把脚给摔断了怎么办呀 不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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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受不准 好 好 好 我可以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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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我可以这样子 好